因为皇帝的视角打开甄嬛传西非回宫之后 皇帝都得到了什么 那真是家里养了AI嫔妃陈布暴飞 头顶上的落草帽一堆又一堆 皇帝跟绝交多年的网友又聊出了轮船 他以为是陈锋多年的酷酷爱最终拥有了情侣名 可他万万没想到那是温太医的小女儿 过来问大爷我过来上个户口行不行 皇上喜欢那就是这件衣裳的福气了 有你是我的福气 哎呀好我下一期觉得应真啊 自从缓缓回宫 那我的日子是过得风生水起就像吃了糖色 特别是缓缓安安生生回宫了 我石漆帝也平平安安重生了 其实本来我孩子好奇 你也说我这个石漆帝是怎么在滚滚的黄河水中化险为宜 可他一回来听说我要接缓缓回宫 却没有半点惊奇 哇就知道 哇这个石漆帝定是有些的惊喜在身上 所以总能够差点赶来化腐朽为神奇 环环回来的时候吧 别人都不愿意去接 还是我石漆帝能处呀 他是亲自将环环迎回宫中 可环环是刚到了宫里 这群嫔妃就开始搞排挤 那个安玲蓉点唱机就首当其冲 又要看环环的永兽宫 他说什么环人在库里寻了很多纪念的珍宝出来啊 不让嫔妃们看新鲜 就等着环环开宫 可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话本来是没问题 但我的永兽宫 是专门给环环打造的 迪士尼交房专宠 环环一来 你就让他开工 带你们看新鲜怎么地 主次不分的点唱机 你也是不是瞬间把我家环环 变成了永兽宫迪士尼的售票阿姨 我跟你说 那永兽宫可不是给你们建的打卡圣地 那是给我们家环环BB专门建的 你们谁也别想进去happy 说着呀 我就拉起了环环的手 我说走 正陪你回永兽宫 刚来到永兽宫的迪士尼 我就先显摆了一圈门口摆放的十几缝莲花 因为我知道环环喜欢赏莲 也很开心环环能赏点回来赏莲 进到屋里吧 我又显摆了一圈我的交房之宠 我还说交房贵宠金有在 这时苏培圣这个小可爱还在旁边补了剧 这几年儿呀 任谁再得宠 花人再也没有赐过交房恩典 客话 我看了之后却跟我说呀 他说永兽宫如此奢华 臣妾不敢善居 他让我把他野出去别店而居 哎呦 我打油 talking about 就这十几缝莲花 外加一个底势 你算什么伤花 我跟你说 那要是真伤花 我就应该把爱心折落改成你家 可这种好日子 我没享受两天呀 后宫里的那群AI 又开始挤得缓缓了 不知道是谁呀 弄那个小石子铺在路上 那是害得怀孕的缓缓 差点从娇脸上摔下来 钟啊钟啊 现在后宫里的人是钟得狠的 之前华必在的时候 是喜欢玩人类幼崽肖肖乐 那是肖已经生出来 蹦蹦跳跳的食物幼崽 现在可好 现在升级了 改版了 是有人喜欢肖 还未出生的虚拟幼崽了 那咋 人类幼崽肖肖乐 变成人类胚胎肖肖乐了啊 我大兴后宫真敢潮流啊 从食物到虚拟 全面开启元宇宙 我跟你说 有我在不存在 有我在 华华没意外 可我刚想惩罚那几个人吧 就被华华给按住了 他说什么为肚子里的孩子基辅 还说什么不想搅的六宫不宁 哎呦 我们家华华去了一趟甘露寺 是真的不一样 真的菩萨心肠 现在对我也总是愿意体谅 自从缓缓回宫之后 我就总是在想 这么好的缓缓 差点让我给弄丢了 我之前可真是一副黑心烂赌场 可那天晚上 我去新贵人那儿上一班的时候吧 隔壁的棋屏又开始闹乱码了 他要是大半夜呀 在隔壁嗷嗷自己梦眼了 说必须我过去拍拍他的壳子才能好 其实我都知道 我心里清楚 这是电视机棋屏的惯用伎俩 只要我也去新贵人那儿上一班 他这电视机就要给我飘雪花 一会说自己乱玩一会说自己梦眼 可我又看了看旁边的新贵人 哎呀对不住了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说在人商业班的时候 有电视看总比没电视看好啊 你说就算这个电视机的棋屏再平庸 那他也是头上顶着遥控器 身上装着九个台 我这要是想看啥他就给我放啥 但你再看看我旁边的新贵人 那简直就是一张老照片呀 现在还褪色怎么成成个黑白的了 于是也没有多想我就起身啊 大晚上我从新贵人的房间 就搬到了棋屏的电视房 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第二天早晨就被我家缓缓知道了 我家缓缓爱话不说 差人过来送了一碗糙米艺人汤给电视机 不是给齐品喝 说是要制止他梦眼的毛病 其实我知道缓缓面子说是制止他梦眼的毛病 其实是想惩罚他昨天晚上乱发神经 可这电视机齐品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经病 他一看着这么难喝的汤 转头就想说自己没病 我当时就瞪了他一眼 我看着他我说那怎么行 你要不喝就代表你一直没病 你都是骗我的 我能就以齐君之罪压着他 让他把缓缓的汤药给喝了 就现在这宫里面 别管是电影唱机还是电视机 你敢跟缓缓作对 我就让你现在报废 可正说着呢 这电视机又拆人过来 他说啥呢 他说自己身子不痛快啊 让我过去看一看 万秋你就是个电视机 你不痛快的找太医 我是个皇帝 又不会修理机器 再说了 我正跟缓缓吃饭的 你还敢在缓缓面前炫气 说罢了我就跟那个小太监 我说我不去 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缓缓在我心中 那就是谁也不能分宠 谁也不能比你的万中无一 可缓缓跟我说呀 他说缓让养心欢旧爱 你不能如此偏心 他呀要跟我一块去看看那电视机 他说就当过去走走消消神了 那行吧 缓缓想看就看 想瞅就瞅 我们家缓缓 那自然是想干啥干啥 说我跟缓缓刚走到 楚秀宫电视房门口 就看到一个茶 我咔嚓就摔了出来 这往里面一瞅吧 正是那个电视机的齐平 跟他打骂宫女的 齐平瞅见我来呀 我爸不会修 所以呢 我一般选择关机 当时我就将齐平 降为贵人闭门寺过了 可又过了两天 亲天见的副使过来说 要是有哪个小主娘娘 双亲姓名中带幕的 孔生不祥 需要在家进修 然后旁边的素费圣 可能一算吧 说正好是 安玲蓉点唱机的家里面 有人姓中带幕 哎呀那没啥好说了 电子设备本来就有辐射 用多了对身体不好 再说了 华华上次还跟我说 他怀的可是双生胎 孕妇嘛要远离电子设备 既然电视机齐平已经关机了 那安玲蓉点唱机也该断电了 华华可是双生胎 你们谁也不能乱来 该说不说 自从华华回宫之后 那我这宫里是好事不断 但更让我惊奇的是 那天早晨我一下造潮 我就看见了沈梅庄 沈梅庄这个姑娘 可能你不太记得了 她是跟我绝交多年的网友 现在她竟然等在我下潮的路上 主动给我谈聊天框 哎呦你是不是知道 这个姑娘可不一般 她是脾气大还不能管 我本以为我与她绝交多年 她这辈子也不会对我正眼看 但万万没想到啊 前两天吧 我们俩就吃了顿酒 她就开始对我不一般 她跟我说 她镯子丢了 她舍不得 我说那种镯子 库房里多了 是丢了就丢了呗 她还跟我说 镯子丢得 情丢不得 沈梅庄呀 是我最早发现的一批网友 她的个性签名 我是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说宁可支头 爆香死不曾吹落 避风中 正跟她说着呢 她突然就问我呀 她问我要不要 去她宫里喝茶 不会吧 开始咯 我是你打了 亲爱的 看见大部分快乐 点赞过两万倍 要关心的计划 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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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个东西的心哦 不要问问了 就是这段词烫嘴